老闆快看,大黑狗,老板养的狗过来了 我要带上条连鱼,我估计老板的狗得咬我 老板,现在能钓我? 咱们不让钓 咱们不让钓 封的坑 封的坑嘞? 好 给让钓会呗,大老板跑过来了,朋友介绍嘞 咱们不让钓,老板 行,老板电话多少? 我给打个电话 还不让钓,大老板跑过来 还上了高速过来的 那你玩会呗,大老板跑过来了 你这样,钓了鱼不要,你看钓费多少 就玩一会儿走吧 行,给转一百块钱 好了好了,这麻烦了 老板同意了,但是呢,脸儿钓一百块钱 鱼货呢,说的是不要 一会儿老板来了呢,再好好谈一下 看能不能要的一点 好,走,偷家伙 必须得找到这个老板买点圆堂颗粒 喂鱼最好的 一碗十块 哇! 十块 十块 老板你是给我整骂的 对对对对 你怎么挺啊 二十 我整骂的哈 要想钓好鱼,得先学会喂鱼 我帮你们喂鱼啊 选了个钓位啊 那边全是树 岛上上不去 只有这儿了 抛杆 随便抛 水面也大 挨着增氧泵 来鱼块啊 削点玉米 钓草鱼还得用玉米 万能耳朵 来吧 作为这个好吃的 咱喂鱼这个盆 从小开始变大了 以后改叫你凯大盆 我不想当大盆啊 我想当大师 喂鱼大师 阴天雨天 钓草鱼得钓服 更别说这刚下完雨更得钓服了 这个窝料呢 隔个三两分钟 来一勺 不要太多 就这么一点 这水面上啊 一层连鱼 真想抽两个儿了 但是我怕老板给我列黑名单 以后都别来钓来了 还是老老式钓草鱼吧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叫满坑连鱼 一层抽一干 鱼都蹦起来了 真想钓的连鱼呀 手痒呀 挺郁闷的啊 不能钓 挂底了 地球 这是钓的底 不是挂底了 绝对是草鱼 不是地球啊 草鱼 草鱼 这草鱼长成这样的 这草鱼长得跟鲫鱼似的吧 这么肥 好胖 这短 跟鲫鱼似的 哈哈哈哈 这个草鱼好有意思 它长这样 你看这个草鱼像什么 哈哈哈哈 这草鱼 拉屎了 真漂亮啊 这是有点像鲫鱼 又有点像鲤鱼 你看那个头 头是百分之百的是草鱼 哦 这腿是草鱼 对 能看出来 然后这个身子是百分之百的是鲫鱼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鱼 这叫草鲫 新品种草鲫 鲫草 鲫草 你看这个头 转个圈 这么看就像草鱼 是吧 翻过来 哈哈哈哈 这是个鲫鱼 哈哈 好漂亮啊 用玉米豆啊 钓底 上了个草鱼 太小了 它这不是喂这个圆长颗粒吗 我呢 泡点圆长颗粒 水放多了 给它打成面 加点这个麦夫 看能来打了吧 让它泡一会 哇 啥鱼啊 哇 草鱼呗 不是不是草鱼 哎呀 毛的毛的 又毛住那些鲜鱼了 老板 啊 这鲜鱼太多了 小白鲜 小白鲜 一斤多个啊 嗯 放了吧 快放快放 说的第一条鱼不能跑 但是没有说不能放生啊 走吧 老弟快看 大黑狗 老板养的狗过来了 我要再上一条鲜鱼 我故意老板的 老板 老板的狗得咬我 走吧走吧 不钓鲜鱼了 走吧 不钓你鲜鱼了 哇 这啥呀 又挂住了 我看飘顿了一下 哇 这个好大 这是草鱼吗 不是草鱼 是正草 白鲜 不是草鱼 这么大鲜鱼 给给给 好大呀 慢点啊 够摘的啊 这么大 好大 自救了 直接跑水里头去了 咋弄啊老弟 这一直上鲜鱼了 掉底呗 掉底 我也掉底了 我不掉符了 再掉符 人家老板来了 这狗又来了 真的咬我了 哈哈哈 嗯 我的 死定了你啊 凯哥 哈哈哈 哎呀 我不敢掉了 再上鲜鱼就咬你 走吧走吧 这回我真的掉底了啊 看 四米多深 掉底 这总该不上鲜鱼了吧 听说草鱼可以上双尾 来 见识一下 哦 我的天 双尾草鱼 掩个正口 全吃的 哦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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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拉不住啊 我的怕断了 哎呀 哎呀 这个劲儿大啊 哎呀 这个可以 哎呀 还端了 哎呀 又发力了 哎呀 哎呀 别再整个鲜鱼啊凯哥 再整个鲜鱼不掉了 哇塞 这个可以啊 这个大呀 嗯 嗯 正口 真行啊 哎 又可惜了 又不能又不能掉了 吃了一嘴 哎呀 这回你吃饱了 走吧 走吧 哎 哇 下雨有别的鱼打了不 带了一身耳垫下去了 这鲜鱼啊太多了 不能掉了 看我们今天这个草鱼收获啊 草鱼连杆全是小的 有一个大的 全是小的 一会小的给它放生 大的拿回 拿回一座酸菜鱼吧 行 来收拾收拾 刚才给大家看过鱼货了啊 声明一下 今儿绝对不是从鲜鱼来的 来之前就不知道这里边有鲜鱼 钓的草鱼 玉米 颗粒 没办法就这也上鲜鱼 行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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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